您还记得吗 日前台北市有一家西服店的老板 要民众帮忙指认他所收藏的一幅裸女画的画家 还有模特尔的身份 后来陆陆续续都有民众指认 这幅画是台湾前辈画家陈成波的裸女画 现在画作已经送到台中美术馆去鉴定 今年夏天西服店老板李万静先生 昭告天下来指认这幅裸女油画的画家是谁 以及模特尔是谁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由民众陆续写信来 一位81岁的退休医生说是陈成波 并且拿出了一张很老的照片来指认 照片的后方就是陈成波画的裸女画 角的荔枝其实是风格是有一点相同 而且我们也有画出来的颜色 其实跟他那个我们上网看的 其实是很接近 不过和画画家张杰来看过 说不是陈成波 现在这幅没有落款身份不详的画 已经送到台中一家美术馆来鉴定 之前李老板说过如果认出来是谁 要送25万元价值的22K金西服布料 目前要如何处理呢 有企业主愿意来认过这一套西装 但不管多少钱 我们就把这些钱把它捐到八八所宅的所宅 或者是一些弱势团体 也有民众投信说 这是林福全的裸女画 这就更不像 这就更不像了